明年春节前夕恰逢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广大台胞台商希望能够延长两岸春节加班机的执行时间以反台投票 却屡次被台当局拒绝 对此台湾媒体痛批 民进党当局是假定选举中得不到台商支持 因此对加班机推散阻止 图保选情 全国台胞投资企业联谊会16号表示 已有多个地方台商协会紧急提出 明年1月8号到10号 上海等地繁忙反台航班 已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广大台胞面临无法回家的窘境 呼吁台当局相关机构能考虑台胞的诉求 尽快就延长两岸春节加班机执行时间做出明确安排 让更多台胞可以反台投票 台启连表示 2020年春节前夕 适逢台湾进行两项选举 届时有大批乡亲往来两岸 大陆部分繁忙航点反台航班将出现运力紧张的情况 台启连从今年9月开始 多次向两岸民航主管部门呼吁 希望延长春节加班机执行时间 呼吁获得大陆民航主管部门积极回应 但遗憾的是 台湾民航部门却一再拒绝 对此 台湾媒体发文指出 按照网例 春节加班机是往前推算14天 明年1月25号是农历大年初一 航空公司就必须在1月11号之前提出申请 但由于1月11号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台商希望提前到1月4号开始推选举加班机 台当局却宣称 没必要多此一举 台湾中国时报直言 民进党当局无视台起连判投票前 加开航班的呼声 说穿了 是民进党认为 得不到在大陆生活工作的台湾民众的支持 会对自己的选情产生影响 这不但是对自己的两岸政策没信心 更证明 绿营两岸政策是错的 文章指出 除拒绝投票加过年包机的方案 民进党还要推动所谓反渗透法 打台商一巴掌 民进党不敢开两岸交流大门 怕台湾民众支持大陆 只为一己之私 很难让人不联想背后的政治考量 互动 沙池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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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感谢观看